张军指导呢 在去年这个年终总决赛结束之后的这个总结当中 也说到黄东平2019年的整个进步是很大的 而且呢也一直在带动自己的这个混伤搭档王一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四川选手张如飞 这两位呢张如飞和吴倩倩 也是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就是一直打女双 吴倩倩2000年出生 从这个硬实力上来说 可能还是黄东平言辰雪这一队更占优 包括言辰雪也是现在国家一队的队员 2018年呢是从这个二队的巡回赛 巡回赛当中进入到一队两位国字号的选手 好这场女双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 好这场女双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 裁判员是乔鹏 发球裁判刘云 这一组裁判都是换着来 嗯对 女士们 先生们 在我右边 在我右边 吴倩倩张如飞四川 在我左边 严陈雪黄东平福建 黄东平发球 好第一局一上来画面上方的福建队的黄东平率先发球 对角线的球路用得不错 这比赛一开始是第一分球 前面一个挡网挡一个对角 一下是黄东平就在往前 他没有能够连贯上 转手围攻 双打的中前半场的争夺 还是非常重要的 看看谁能够先占据主动 进入到进攻 严陈雪往前的一次封了 还是这种往前的争夺 哇 漂亮 看这一对四川的这一对 对角线的线路运用得特别好 无论是挡网还是平抽的时候 还有包括往前击会球出现的时候 推球的时候都是对角线运用得特别多 这两球也是比较急了 要求质量太高 太发力了 你就保持连贯继续能够杀它 往下点杀就可以了 推的也是 要求这个球推的更凶一点 双打的这个发接发环节 还是很关键的 5比3 两人配合的还是非常好 又是后杀前锋 突然能发个后场 防守太被动了 就是一味的就是在顶 其实前面开局的时候 他们有几个挡对角线 其实效果都挺好 但这个时候可能压力越来越大 已经顾不上了 这球就是非常被动的在这玩命的顽抗 但是回去的球是越来越短 也是到了中局的时候 比分就拉开了 4比7 先觉得收掉 突然的下压 这一样 这就刚才说的 哪怕到了黄东平这样的水平的选手 尤其很多时候 这一个后场的高球 在一个往前的这种机会球 他这个球呢 其实你像黄东平 他肯定知道 我动作太大了 就是你这种球 摆臂动作一大 就容易失误下网 但是即使到他这个水平的运动员 这种追求和磨练也是 就是没有上线 是 漂亮 你看这个球跟前的一个就完全不一样 这种机会 你根本不用花力 就是 很小的力量 去一推一颗一拖就行了 推一个底线 挺初当 放完之后 有机会抽对角线 这个阎辰雪的杀球 他目的性特别强 落点是始终在变化的 像前头的 他连续进攻的时候 他是对方的两个人结合步 然后给下一拍 再创造出来机会 刚才呢 又突然攻对方的边线 没错 四川队的 吴倩倩发球 先发球手上有假动作 也直线变对角 好 好 日线结合步 再放网 拿开 这是精彩的一个多拍 这两人配合失误 我两个人都要翘往前了 但是这个球回球出了底线 这样11比6 黄东平和颜辰雪 是拿下了第一局 这场女双感觉 还是双方能够形成 这种场上真正的较量 蛮好的啊 但是第一局比赛 吴先生跟张如飞如果想扭转被动的局面 首先发接发 双打式所有的赢球都是从发接发开始的 他们在发接发还是要加强 其中膜 然后因为他们发接发被动 就是你说的 对方就会更多的抢到先下压的机会 而且颜春雪的这种进攻 它确实还比较严谨 给黄东平也创造了很多前半场拿球的机会 还是首先双打 还是从发接发这个做起 它防不住 尤其你防不住的情况下 更要去在前半场上能够抢住 两个底线拉开 看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刚才吴倩倩这个反拍 这一拍抽的 这一拍是在女选手里头不太多见的 一切 但是可能你刚才说的 现在都到00后的世界 未来就是肯定都这样了 因为所有的项目都是女子技术男性化 没错 你看这转播也是 就是因为我们中央电视台 转播羽毛球这个项目 也是从2004年 雅典奥连会开始 当时我们拿了 乒乓球和羽毛球 现在五项 这三个公众性化的制作 中国电视转播第一次参与奥连会 这个制作 所以我们的很多摄像和导演 这已经很多年了 对羽毛球的 都比较懂 所以经常慢动作 放出来就别看不多 但是放出来全是一个球里头的关键点 就是黄东平从揭发球开始 突然弹后底线 就为自己创造了进行的机会 其实意识非常好 看到那是一个空灯 但是手上没控制住 这种事物也容易两个人造成相互干扰 漂亮 黄东平这个平抽档 这个还是在这四个人里头 他实力是最强的 而且在场上感觉 还是很有这种大将的风度 那肯定 就是比赛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勾一个对角线 两个人都去抢往前 这是四川队 就是今天做的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利用这种对角线 刚才又造成 对方俩人抢在一块 这在双打里头都是配合失误了 但是他勾着对角呢 这个球也是严成雪有点强 其实刚才暂停的时候 局间的时候下来 教练已经跟他说了 你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后场 所以在抢往的时候 这跟黄东平打 可能跟 自己平时跟其他队友打 是不一样的 这种抢往的任务 都给黄东平来完成 6比3 这种分数也是终局 看看四川队有什么招没有 也是比较关键的分数段了 6比3 这要求质量太高了 这上来想搓一个特别转的球 这就属于 他要把这个球搓的 带着打滚过去 但是呢 没够往 这种球也是属于 这个要说就是属于 想强行搓一个高质量 因为他抢的点 就跟前面王指仪那些球 就都不一样 王指仪那球 我击球点都在球往 往带着上 你这个球已经到了 往带的中央的 腰部的这个位置了 这个球还想搓这么转 难度是非常大的 延续的挡往 这个球自己已经来到往前了 没有能够下分 但是挺敢发挥的 这往前真是挺敢做的 假动作 勾个对 放个对角 分数一下被拉开 8比3 插球 揭发完了之后拦网 早上先进攻的机会 连续的揭杀 哇 这是黄东平 反弹琵琶 转弓 连续的下压 这分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球说明 炎成雪在往前头脑也非常清楚 他几个封网之后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反弹批判 我们一般会说苏擒碧剑 就在往前几个机会球 铺完了之后 一看对方 他先是放网的动作 就这放网的动作 一看这方两个人都想往往前来 突然弹你一个后底线 他其实刚才说的3比6的时候 吴倩倩跟张如飞是有关键分的意识 他也有这个想 终局我绝对要咬住这个分 也包括往前的几个球 就是吴倩倩希望能够打出一些高质量的球 来得分 可惜都没有成功 这种球杀大队 就在双打比赛里边杀大队角 一般是不鼓励多用 包括整个战术里头 双打的杀球是以杀直线和结合步为主 杀大队角像刚才这个球 就这个球 对方挡一个直线出来之后 你的同伴很难连贯下一派 就造成刚才吴倩倩那一派 就回得就比较难受 四传队教练也说 主要是我们自己要求太高了 自己有一些失误 其实对方也没有杀我们太多几个 黄东平是抓了几个平高球 高汉是四川人 四川美女 你听到这个四川级的教练 就特别亲切 第三局比赛开始 黄东平在往前连续封网 谢中博在一个跟两个队员强调的也是 就是在前半场 黄东平这个能力肯定是强于我们的 少给他这种机会 尽量摆脱 就是在场上要想尽办法 这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 漂亮 挑完了跟刚才一个单打的情况一样 所以你挑完了球之后 马上要准备对方的杀球 即使对方不杀你 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对方的杀球 但他这也是挑完了之后 正好他挑一对角线 以为没有什么事 对方会杀直线 准备的就不够充分叠杀 突然的加速 这球还是急了 就是谢中博在讲的是 就是这个都是说 说说是很容易 在场上你要做到是非常难的 他其实对两个底线 把延尘球给拉开 这个战术没问题 但他就觉得这个球好像我主动 我可以把弧线打得平一点 但是忘了对面可是黄东平 不是你平时碰的一般的对手 可能别的人抓不住 这个头顶的封网 但是黄东平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现在女双选手是越来越多的 都能够双脚起跳来杀球 连续的下压 黄东平来到后场 这场球一个是黄东平肯定是场上起到一个核心的作用 但是严陈雪其实有很多球 他打得也很主动 像刚才这个球是在接杀的时候 他挑完之后感觉自己这球质量不错 位置马上往前来站 这样对方再下一派过来的时候 他就形成了挡往反击 而且他人就站在往前 他这个高个儿运动员打这种往前球 不像黄东平这身高合适 篮的这下质量不够 被对方推了一个底线 第三局开局的这几分双方打得还是非常的胶着的 对于四川队两名小江来说 开局还是可以抓住 现在三比四 嗯 嗯 还球十五了 五比三 这还是杀一个对角 嗯 没连过上 四 被对方挡了一个对角 黄东平马上跟他交流一下 这球是突然也是在正手底线 突然一个大对角的批掉 让黄东平不知道这球该怎么办 觉得这个不欠欠啊 其实可能更适合打单的 因为他在场上有时候这个回球呢 他比较敢做动作 嗯 但是这种双打不像单打 因为这就属于他是其实是一个团队项目 是有战术纪律的 呃 有些球有些原则不能轻易去破坏 因为你这样破坏了之后 有些战术原则你同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不知道你下一派要打到哪 对自己其实是不利的 但是就是作为这种全国锦标赛第一轮碰上 对面又有黄东平这样的名将的时候 敢发挥这个点 这一点值得肯定 只是怎么把这个双打打好 双打里头俩人配合的一些东西 还是还是有提高的空间 现局5比6 没错 比分还是咬住了 刚刚也是一个多拍的回合 打完之后呢换一个球 6比6 这局看看两名四川的小将 能不能有机会 成群能够拿下一局 五千键发球 吴臣水接发 收掉一拍 好球 这个球严臣水抢的有点勉强 7比6 刚才那球勾对角还出界了 大概是机会球 那已经是个大空灯了 但是突然的发后场 收掉一拍 连续头顶掉直线 嗯 还是限制黄东平的头顶 底线把它拉开 转入反击 批掉 突然的加速 再次的拉开 又是一个多拍啊 黄东平突然的下压 对角线 漂亮 最后还是 其实这球他打的 打的球战术上来说 不是非常好 就杀完了之后 对方挡网 他同伴没有跟上 最后完全是黄东平 凭借他的能力 把这个球给救 被动情况给救起来了 对方你看这挡网 他杀的质量不太好 他挡过来这球 其实是挺被动的 完全是黄东平的能力 这次直线的这个出手啊 出界了 这段吴倩倩跟张无飞 比较成功的是 能够把黄东平 比较长时间的限制在底线 现在要看黄东平和严春雪 要怎么去摆脱这个问题 这种这就是失误的 非常不是时候 是 这局已经两个了 一个是4比3的时候 8比7的时候 都是还是比较关键的比分段 两个发生失误 本来挺有机会的 连续失误 这样黄东平和严春雪 也是拿到了长点 比较之后突然的下压 这是非常坚决的工人战术 虽然严春雪是站在对角线 我就盯着你打 这球就不能打到黄东平的手上 8比10还有机会 直接的下压 往前的封网 差一点 这球现在是扑到手上了 也没挡进去 这样3比0 黄东平和严春雪 是战胜了四川的吴倩倩和张如飞